丝头轴承安装方法 先装大轴承挡圈有台阶面朝轴承 装入平面轴承 装小轴承挡圈有台阶面朝轴承 接着安装推力轴承 装推力轴承时先装内镜小的面 将钢珠面充分涂抹黄油 安装 再接着是内镜大的面 装调节丝头 接着再安装推力轴承内镜大的仙装 然后装钢珠面 再装内镜小的面 最后安装两个压紧螺丝 压紧螺丝拧紧之后再往回退半圈 丝头轴承安装完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